好,那以水平這道牆 這道牆比較麻煩是這個怎麼去畫 那我們先來搞定這道牆 那這道牆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它細部沒有尺寸 所以可以自由發揮 像這有尺寸你就不能自由發揮 因為這個是結構寫板 這塊是slub出的 所以它要定從哪裡上去下去 正常來講比較安全的做法 這個樓梯的第一個踏步 我還會做一個小樑 以前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結構設計 結構寫是認為這塊板斜板過來就可以了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這邊加一根小樑比較不會裂 樓板不會裂 不過沒關係,遵照技師 好,那這個部分題外話 那我們看這個部分 這個是從這邊過來開始做 那你要知道這個AC孔的寬度是多少 這邊有講了 AC孔的寬度是 AC80公分 寬80 所以你在這邊80公分 這就是80公分 那這道多少不知道 DW1多少 我們看一下DW1 所以DW1在這裡 260 所以這邊的尺寸你加一加 這個是260 我都會寫在圖紙上 260 這個是80 然後其他的牆就由你自己去分配了 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配起來要好看 什麼叫好看 你看 這個牆切過來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那個冷氣孔了 那你看到立面圖 我有時候讓你看說 這個觀念 這道牆壁跟遮起來這道牆壁 看起來距離要大小 差不多才會好看 才會好看 那也沒有一定的 你看這塊牆跟這塊牆又不一樣 你把它畫一樣可不可以 沒有說不行 所以我在考試的時候跟各位講 這邊畫完你再給它近射過來就好了 你聽到我意思嗎 好 如果聽到沒關係 你就翻證 這樣畫都沒關係 這距離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看一看 參考看看 好 那你看它的立面圖 看一下它的立面 有沒有看它立面看到這個牆 這個冷氣孔剛好在邊邊 然後這個距離 是不是跟這距離是接近差不多 這個距離呢 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是不一樣 但是它留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 是不一樣 所以你注意看 這兩個它的 對不起 頭要往左轉 我旋轉完就比較麻煩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就大概知道這個概念是 從外面看起來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順 也沒說一定對 知道嗎 好 好 那這觀念你弄清楚了 我們再來看這道圖 好 這個有沒有一定的尺寸 沒有 限定的 知道嗎 這樣觀念你已經有了 好 那這一段是多少呢 那抓抓看吧 好不好 抓抓看吧 我抓給你看怎麼抓的 那沒有一定的原則 你說如果畫這樣可不可以 你喜歡就好 好 那這道牆從這裡開始過來 好 我們先看這一道 它從這邊過去50公分 第一個冷氣孔80公分 所以這個時候 有剛剛的前驅之間 我就乾脆 複製一道到這邊好了啦 好不好 這柱邊嘛 這一道 然後我這邊完了之後 會有一道牆 是多少 我不知道 那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是260公 260吧 DW1是 260 那各位看看 DI 齁 我查查看這一道距離 386.5 386.5 386.5的話 你減到260是多少 126.5 126.5的話 你除以2的話 大概就是 用軌 大概是60公分 你不必抓那麼細 大概60公分 那60公分又好像不是 那麼OK啦 所以 也沒有關係 反正 我們就先畫畫看 好 那我一樣 在牆層 ML 檢查 是不是15 剛剛畫了12 對不對 現在變15 這個RC牆 然後我們就開始從這邊畫過來了 那這個牆要記得喔 我是從這裡切過來 到這邊50喔 有沒有 那 錯了 U 好 那我ML剛剛沒有檢查 他是不是對陣方式 靠上 然後我置中 然後來 我們再一次喔 從這裡 到這裡 那這冷氣孔是80 好 這80 好 我剛剛講的 這一道講到這邊 要多遠出來 沒有一個答案 可是我很明顯的 這個是260阿 對不對 那260還剩多少 如果你要 有時候我畫完都會檢查一下 260阿 還剩多少 我問你 這是窗 你還剩多少 我自己在抓的時候剩這個距離嘛 剩這個距離就對了啦 因為這邊要從這邊對過來嘛 這個距離多少 46.5阿 那46.5一邊就抓23阿 我就一個23就好了好不好 那就23 好 那我就 ML 從這邊過來 23 那這一道呢 比過來了 對不對 檢查一下嘛 我檢查是讓各位說 你在畫圖的時候 23 OK 那這一道呢 怎麼變237了 糟糕 好 剛剛是不是移到什麼 剛剛檢查260阿 對啊 這個錯了 所以要檢查齁 那沒有關係 我就刪掉 我再一下ML 好不好 齁 這邊260 對不對 對吧應該是了啦 齁 好 260 那這一段呢 從這裡 23.5 是不是兩邊數間距差不多 我的概念只有這樣 老師為什麼 0.5再分一半不用啦 齁 差不多就好了 那這一段牆 你就知道了 這段牆是這樣畫 會不會 齁 有沒有原則 沒有啊 但是我原則配起來 跟立面圖一樣好看就好了 懂不懂 觀念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 沒說對不對啦 這樣啦 這段牆就完成了 有沒有問題 這一道 那一樣 牆壁的結合 梯形結合 我就這樣打齁 雙按 T型開放 T型開放 OK 那這一道也是T型開放 齁 雙按 T型開放 先點這一道 再點這一道 OK 好不好 那這一道就做完了 好 那再過來這一邊這一道 齁 好 那這一道也是從這邊開始齁 一樣齁 所以我做的時候 剛剛這道應該先複製過來 算了 齁 好 那我就變成還要再複製齁 沒有關係啦 反正做 我是覺得畫圖 你只要心太對了 啊 觀念正確都不會畫得太差齁 好 那看到 這邊有個 還有一個DW1 一模一樣嘛 也是260嘛 所以我們做法也是一樣 先畫ML 這裡到這裡 然後再畫一個80公分的 這是冷氣孔 齁 為了區隔那個 我把它放在窗嘛 齁 冷氣孔完以後 這一個又是260公分 對吧 260 齁 260 所以260的話 我一樣喔 畫完過去還有剩多少 但是 注意喔 這道牆是轉折的喔 所以這道又不一樣喔 所以我要先找到這一個牆心是多少 來 這邊的部分找這邊 這邊的部分找這邊 知道齁 好 我找這邊的話 我們看一下 從這個牆心到這個牆心是422 好 我就從這邊找422 牆心有沒有 有 齁 所以我從這邊offset 422 再檢查一次 我有時候檢查就是怕我自己有時候不小心操作錯誤 422 好 那這個牆心就是ok到這裡的 齁 那這一個牆 這個牆心我希望它再延長一點點 好到這裡 好那這邊的話喔 ok 這一道過了一個260 又要分多少 所以我跟各位講齁 這一道你就變成說好啊 我要看看分多少齁 那一樣我用剛剛的方式 ML再做一道 260 可以吧 260 好 那這一道牆 到這邊轉彎 好 我們看看剩多少 39.5 那習慣上的話 我們看那個圖面上齁 圖面上來看的話 兩段是差不多啦 那要扣掉7.5 39.5扣掉7.5 因為這個牆後15嘛 扣7.5的話是32 所以一邊是16 了解齁 所以我這個時候來齁 我這邊 ML 16 好 那這一道是窗 好 這一道把它移過去 喔 變拉長了 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 有沒有 齁 我應該是這樣點過去就好 你看它不動啊 對不對 所以我不能這樣移喔 我剛剛可能這樣移動 我要用Move 移動它 好 那這距離就有了齁 那這段距離就直接彎過來就好 彎折下來就好 所以我直接這樣彎齁 ML 一樣從這裡 到這裡 直接彎下來 彎到哪裡呢 我剛剛應該拉一條邊界線齁 好 這一道L型我就做完了 好 那這一道的強心線在哪裡呢 還要再找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波好幾折 沒關係 訓練各位的耐性 來我們看到這個 517.5 在這個強心上面 所以我直接offset了517.5 就到這個強心了 好 那這邊也一樣喔 這個窗W2 這個AC 沒關係我們先把強心線找出來 517 來 從這邊offset 517 這是強心齁 如果你不需要線段太多影響你 你就把它該剪的剪 知道嗎 好 那舊版是先給邊界再剪這個線 好 那這檢掉之後 OK 我們看喔 這個是強心 檢查看是不是7.5 因為它從這邊出來的嘛 DI 8公分 你有沒有發覺到它這邊就有誤差了 對不對 那我們確定一下我是不是有畫錯 517 對不起 我漏了0.5 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錯 517.5 是我弄錯了 所以我既然知道這樣 我直接移動它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這畫圖有時候你自己要知道 那這移動的時候我用小老鼠 S是0 Y是0.5 OK 再檢查一下DI 7.5了 OK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我都會畫錯了對不對 很正常 那你就自己要小心一點 我們到這條線看是多少 517.5 有沒有 517.5 OK 這個柱子是畫錯的沒有刪掉 對不起 好 那這OK之後 這條對角線我也不要了 這是剛剛在移圖的時候弄的 好 那這道牆的強心線我找到 再來是整個換過來嘛 這邊過來是80公分 所以ML一樣 從這裡 對不起這裡 柱邊 對這裡 80 好 好像這條線有跑掉的感覺 7.5 沒有 好 ML 怪怪的 來 檢查一下ML 看一下它的那個S是多少 12 所以我說這邊有時候你要還是要檢查一下 好 那從這邊 開始 對 好 80 所以圖面畫準與否 你自己那個感覺要有 然後自己要詳細的檢查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個W2 我教你這方法 W2一樣兩邊的牆多少 這一看就是兩邊平均均分嘛 對不對 那我就先看W2多少 好W2我找到的話這個是 是資料W2告訴我 是140 寬度 那我就去那邊畫個140 好不好 ML 140 不見 畫到這邊來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 你在畫圖的時候 不是沒有 是 我的招貴那邊 140 好 然後 來 Move 這140 啊 這是湯 很 很笨拙啦 但是你熟練以後就會越來越快 剩多少分一半 剩多少 查一下 23 23是12.5 好那就12.5吧 半B磚嘛 你畫12也沒有關係啦 如果你要的話我就這邊畫12嘛 ML好不好 12 12.5是一半啦 都可以啦 我說過 他沒有給我們一定的那個 我們就這樣做嘛 Move 那這個還可以再copy過去 對不對 我剛剛是畫多少 所以 所以我說兩邊要一樣 你看12.5 我畫12.5啦 那這邊呢 140 對不對 對不起 這個是 BW2 不對 W2 140 沒有錯 所以 這道線怪怪的 這道線怪怪的 沒關係 如果畫這樣 你不想改啊 考試面的時間就這樣做吧 OK啦 兩道距離他並沒有說是多少嘛 對不對 好 那 你要分一半是比較漂亮啦 不過他這邊牆還有這樣 不一定OK啦 好 那這一道的話 T型分布一樣 雙按 這個就可以了 T型分布 T型開放 OK 這樣其實就沒有很困難了 對不對 這道牆我們就給他完成了 好吧 那這邊牆就比較多 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了 這邊先 好 錄到這邊 好 那